圣诞快乐 一个蒙福的圣诞 满有神的恩典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雷亚 感谢天父 好 我们的信息就是 圣经很清楚预言耶稣降生的时间 上一幅大家应该知道 我有这个免费的 事逢粗练课程 每个星期日 下午都有的 大家可以联络我 如果你想受训练 兴起更多人 被神使用 这句预言 其实是三个 我讲到三个预言 一方面 让我们看到 圣经一早知道 将来发生的事 耶稣降生 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神掌管一切 就是 列国都在神的手中 就是说 世上任何的国家 是完全在神的权柄之下 不能够拦阻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有信心 神一定祝福 凡是遵从祂的人 跟从祂的人 也看到 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不听话 圣经也有讲到 当耶稣来了之后 后来耶路撒冷被毁灭 然后一直打仗到底 所以 其实 不听神的话的人 是很凄凉 而同时 听神的话的人 是得蒙神很大的恩典 我们说到 有三方面的预言 在你的秩序表上 也有的 你可以看看 不过现在 你可以跟着这里看 就可以了 就是圣经讲到 耶稣在第四个帝国的时候降生 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 稍后我会详细讲这个经文 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大家都知道 犹太人 其实他们有很多 是信圣经的 信旧约圣经 他们在等着 尼塞亚来的 这三个预言 都告诉我们 尼塞亚已经来了 为什么呢 在这个第一个预言 就讲到 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神会成立一个天国 是一直传到永远的 他这个国的人 不归于别国的人 而这个罗马帝国 是已经 东西罗马帝国 已经没有了 已经散了 所以 罗马帝国已经不存在 即是说 基督已经来了 即是说 这个预言已经应验 所以 如果你有机会 向犹太人传呼 就告诉他们 你看圣经讲到 这个神所立的国度 已经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来了 那罗马帝国 一会儿还有其他预言 都已经认验了 所以 耶稣是唯一 在这段时间 有了这些条件 认验了圣经的预言 也有很多犹太人 他们就 一直说 神到底你是谁 居然看到耶稣 除了犹太人之外 也有很多异教徒 他们问神 神你是谁 居然在梦中 或者异象中 看到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就是基督 神所预备的救主 我们应该信靠祂 跟从祂 圣经也有很多其他预言 我们今次不是说的 好了 这四个帝国 大家看到了 金头是巴比伦 银空是马代波斯 同福是希腊 铁腿是罗马 这个经文 我会读得快些 因为尼布加尼斯人王 就发了个梦 但他又不记得了 他叫了那些术士来 你们要解梦 告诉我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那些术士完全是没有办法 他们就想到 旦以利 旦以利 旦以利有神的同在 于是邀请他来 旦以利 旦以利 就把王的梦解出来 他说 王,你梦见了一个大象 这个象很高 极其光耀 潺在你的面前 形象甚是可怕 即是说这个世上的国度 是很可怕的 是他们有 其实呢 看到四个帝国 都是很残忍的 这个象的头 是精金 空堂和榜臂是银的 铜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看见 有一块非人手 作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 就将这个脚 集碎 于是金银铁铁 都一同集得粉碎 成了夏天和祥上的康坯 被风吹散 无处可尋 这个应验 到了世界末日 就完全无处可尋 打碎这个象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然后呢 王呀,你是诸王之王 天上的神 已经将国度权并能力尊荣 都赐给你 即是说到巴比伦 一个很荣耀的国 在以前的时候 凡世人所住的之地 的走寿 并天空的非烈 都交付你的手 使你掌管一切 你就是这个金头 在你之后 另兴一国 不及于你 又有第三国 就是同必掌管天下 在但与书 是有讲到这些国家的名字 是有讲到波斯 然后讲到希腊 如果大家熟悉 但与书第十章 又讲到 有波斯的魔军 又有希腊的魔军 即是讲到 跟着这两个帝国 然后呢 他形容 每个帝国都是非常奇妙的 譬如 马太波斯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国合拼 手臂 是有左右手的 腿也有左右 罗马后来分为东西罗马帝国 就是左右 马太波斯 又是有左右的 又是有马太和波斯的 所以人像都很奇妙的 刚刚人 手臂是两个 腿也有两个 这是第二个国 第三个国 他形容得很清楚 一句说话 掌管天下 为什么会掌管天下 就是一个很出名的阿历山大大帝 他在一段短的时间 攻陷当时的世界 他们所认识的世界 大部分的地方 都被他一个人攻陷了 其实他也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 他很喜欢希列文和希列文化 他去到那些地方 把希列文和文化 带来一些学士 放在那些城市 那些城市 那些人就学了希列文 后来 希列文成为当时的世界 一个统一的语言 有点像现在的英文 所以保罗他们传到 他们用希列文 他们已经可以 向当时的世界 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传呼 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 就是阿历山大大帝 其实他是一个很残忍的人 和一个很淫乱的人 但是神会使用他 不是神叫他残忍 也不是神叫他淫乱 是他自己是这样的 他喝酒喝得很厉害 其实他死亡 他年轻死亡 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喝酒 喝得很厉害 喝得很不舒服 但是他依然喝酒 后来就死了 这就是令到他掌管天下 然后第四国 说到他肩壮如铁 铁能打碎克制百物 又能压碎一切 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 就说到这个 罗马帝国是非常强盛的 其实这四个帝国是排排队的 班贝伦掌管当时的天下很大的地方 接着马帝波斯也掌管当时的天下很大的地方 接着到希腊 接着到罗马 罗马的版图更加大 因为他管理了欧洲很多地方 他是一个很大的帝国 这四个都是帝国 他不是一个国家 是很多国家管理很多国家 他就像铁那样打碎克制百物 如果大家看过罗马片 就看到罗马兵是非常勇敢 刚强 他们的武器也很强 但是他的脚是半铁半泥 一半是瑶像的泥 一半是铁 这个国家将来也会分开 所以罗马就分为东西罗马帝国 你看到铁与泥参集 这个国家也有铁的力量 但是也有参集 它不是一直有能力 这个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 这个国也是半强半弱 这个国家很强 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弱 而且罗马帝国是一个很特别的特色 就是什么呢 那些王是很快被人杀死的 那时候我读历史 那位老师说 那些王就杀死另一个王 接着就被人杀死 就是他自己做好王 就被人杀死 就是 就是杀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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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被杀 以为很厉害 但是其实 里面是很混乱的 一会儿又转一个王 那也是很残忍的 罗马帝国是很残忍的 譬如有 这个斗兽场 将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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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战士 那些勇士 那些奴隶 他们要互相打 就是 打贏的人就可以活 接着又一直打 每次斗兽场 就是这些战士打仗 都死了很多 也有跟野兽打 根本就没得打 所以 死了很多人 也是非常淫乱的 这几个国家 都是非常不好的国家 但是神会使用 不是神叫他们淫乱和残忍 而是神使用他们所做的事 来成就神的国度 就是说 什么国度都是神的手中 他是半强半弱 有强又弱 还有 他是铁与泥参集 这个国民也是与各种人参集 他不能彼此相合 就是很多人民混在一起 但是不能够合一 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在这个聂皇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 就说到神会立一个国家 永不敗坏 也不归别国的人 他要打碎灭绝乃一切的国 这个国必传到永远 就是说到 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耶稣会来 就会成就 建立这个天国 是神所建立的 是一直传到永远的 是我们有幸能够进入这个天国 也希望能够带领更多人 进入这个天国 是永不敗坏的 这里就是那个图 金头是巴比伦 银空和两个臂 就是马代波斯 这四个帝国 都预备耶稣来的 首先巴比伦 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把以诗人老了去 因为他们不听话 不听神的话 于是他们就受惩罚 这是第一个巴比伦的时候 然后到波斯的时候 真的很奇怪 如果大家看《旧约圣经》 看《以斯拉记》 和《尼希米记》 就是说到波斯的王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其实解释就是 神感动他 竟然被那些以诗人 回去重建圣殿 又重建圣城 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 按照人来说 那怎么会让一个 你努力了的人民 去重建他自己的国家的代表 就是他们的信仰 和他们的国家 他们的殿 和他们的圣城 这就是神做的工作 居然容许波斯王 感动波斯王 会做这件事 接着到这个同伏 就是希联 就是他吞併天下 就是阿历山大大帝 所以令到 和把希联民 带到很多地方 然后这个铁腿 就是罗马帝国 有东西罗马帝国 所以有东西分开 也是半铁半泥的 它是肩壮像铁 半强半弱 很多人民不能够相合 而当时神 就会成立一个永存的天国 这个图 就是显示 这四个帝国有什么重要性 在耶稣里的 第一就是 犹太 犹大 不信从 当时已经分裂了 北国就是以色列 已经被阿朔灭了 南国就是犹大 犹大 犹大 因为他不听神的话 最终也是被巴比伦灭了国 因为他不听话 而在那时候 神就使用 弹意 预言到将来第四国 以及预言到将来 六十九个七 之后 一会说这个预言 就是耶稣会来的 他会受高 这个就是巴比伦时候 所发生的事 那波斯的时候 有什么事呢 就是波斯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 又重建圣城 以及波斯帝国 亦发明钉十字架 把钉十字架 这个东西很广泛地使用 其实预言钉十字架 就是大卫的 大卫在主前 一千年 但是过了四百多年之后 波斯人才开始用钉十字架 所以预言的时候 根本没有钉十字架 刑罚 在诗篇二十二篇 大卫就说到 他的手脚被钉穿 以及他的衣服被人分了 血流了 所以他整个人好像干了 以及好像没有力 心如立融化 去形容钉十字架 是非常清楚的 以及人们围着他 在攻击他 但是当时没有这种东西 而大卫是从来没有这种发生的 大卫是安长地离世的 是没有这种发生的 那为什么会说我呢 那些人当然说他瘋了 你为什么忽然间 自己写了一个诗篇二十二篇 又说自己又被人刺穿 手啊 腳啊 又被人分了衣服呢 因为这个就是神 叫他经历到耶稣的经历 所以他预先写定 耶稣将来的经历 是用他第一身 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后裔 所以他用第一身 是适合的 也是一个隐秘的预言 到应验的时候 人才知道 咦 哇 罗马帝国也是非常特别的 第一就是他建了很多罗马路 比较容易宣教 所以有句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就是他建了很多大路 以前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是常常都要走一些烂路 不是路 就是要走的 但现在有大路走 所以他们去传道是更加容易的 另外有一点 这里我没有说 就是 罗马是很科学性的 他们建造城市是很擅长的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 发觉都是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建的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去过就是 拜拉罕以撒瓦角的墓 其实 是不是他们的鞋骨 不知道 总之他们建了一个当作纪念 那些人经常去那里祈祷 是一个很大座的建筑物 用一些很厚的石 很大块的石 建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罗马就是他们建造的城市是很擅长的 而且他们也有大规模做城市 那是什么城市呢? 就是他们有地下的水道 地下的水道 以及 糞便的通路 都有些渠 于是就能够 比如罗马和一些大城市 是变成了很大的城市 在罗马帝国开始 那些城市变得很大 因为他们有水的供应 那些有钱的人 就可以直接在家里有水 水喉 当然跟我们今天有不同 总而有水去到 而普通人也可以有公众的浴池 他们去洗澡 就可以有很多人居住 有水的供应 那这件事有什么帮助呢? 就是后来城市很大 传呼音就比较容易了 你回到保罗去过城市 很多时候是去城市 在城市里 就变成了更多人传呼音 以及当时世界人口 其实在罗马帝国开始是多的 之前人口是少很多的 所以这是罗马一个很大的贡献 以及很特别在罗马的时候 就是希律 他也是神感动的 这个非常残忍的希律 居然他是杀婴孩 杀耶稣出生的时候的婴孩 他居然会抗建圣殿 为了讨好以色列人 就抗建圣殿 预备耶稣降生 也在那时候应验了耶稣 那时候建立天国 还有在那时候他会进入圣殿 我们要看这个预言 但是圣殿也会毁灭 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这些很多资料 大家可以上网上听到这个讲道 今天已经即时直播了 在我的Facebook业目 和福兴宣教事公 福兴宣教事公 其实比较 那些影片更加漂亮 因为是用电脑的 好了 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 神掌管世上一切 包括国度权柄 所以其实我们是很厉害的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这个全能神的国度 的子民 是很强劲的 但是很多基督徒 就经常觉得自己 都是没什么用的了 我都是做不到什么的 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 其实神是告诉我们 我所做的事 耶稣说我所做的事 你都要做比赤 要做比赤更大的事 说到信他的人 你尝在我里面 我便尝在你里面 这就是多结果子 圣经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很厉害的 每个基督徒都有神的计划 已经写在赤上了 当我们将生在献上 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生而变化 就能够测验神的善良 顺存 可惜他的旨意 并且进入这个旨意 但是很多基督徒 是没有这样做 是随意做人 信他耶稣 只当人生的小部分就是耶稣 大部分仍然是自己的生活 其实 这个世界一切都要过去 什么都要过去 唯有为神做的 是永远长存 天国才是永远长存 世上一切 什么都没有了 好了 神掌管一切 所以我们不需要 怕任何的国度 我们不需要 当然在正常的情况 我们是顺服掌权 顺服这个法律 但是当圣经有说到 信从神不信从人 是应当的 当如果国家要我们 禁制我们的宗教活动 禁制我们去全阳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不需要顺从的 在任何国度都一样的 而事实上现在 全世界的很多国家 都很推广无神论 推广同性戀 推广辨性人 你喜欢什么性别 你明明是男人一个人 我心里是女人 你可以入女次 有些地方可以这样的 你可以入女的更衣室 这些世界有很多败坏的地方 全世界都是 其实我们不是信任哪个国家 是跟从神 而是真的里面有基督徒 但是也有很多非基督徒 所以我们是跟从神 在神的角度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整个生命献给神的人 接着又如何呢 有世上的权命能力 和主里面的成就 你的生命就有永恒的成就 这里没有了 这里没有电 麻烦 就有永恒的成就 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希望有成就 但很多人有什么成就呢 赚钱买屋 买车 买到什么想要的东西 只是这些成就 其实有一天 这些什么 你做得多漂亮都好 全部都要过去 其实事实上 我自己觉得 只是看这个世界变暖 可能十至三十年 已经是开始大灾难的时期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热到难顶了 现在你听到 美国那里是冷到难顶了 因为世界变暖 同时又很热 同时又很冷 现在那些天气变冷 如果大家今天有看新闻 是真的 从来都没有试过这么严重的 但我们在神里面的成就 是永远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说 既然神长过一切 我走神的路 我整个生命就被提升了 好了 接着第二个预言 就是说出命令重建圣城 69.7年之后 基督就受高了 这个圖大约是这样的 圣经的预言 在主前457年 出命令 其实当时就出命令 给他们回去 以斯拉当时回去 但是在这个出命令 他们就有机会回去 后来就离希米 重建圣城 而在以斯拉记 也有讲到 是会重建圣城 在那时候开始计算 69.7 因为圣经有讲到 有7.7和62.7 乘以483 即是70.7 少7 70.7就是490 77是49 490-7 就是483 就是那时候 到耶稣受高 受洗的时候 就是483年 很奇妙的 即是能够预言这个时间 而且也说到 之后 在同一个世代 耶路撒冷会被毁灭 然后争战到底 现在整天都是 中东整天都打仗的 好了 这个预言在弹书第九章 这个预言在弹书第九章 很特别 神给他很多启示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 已经定了七十个七 要止住罪过 随正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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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住二障和 预言并高至聖者 高至聖者 预言到将来 有这个聖者高立他 他会止住罪过 随正罪恶 随正罪恶 随正到天堂便会随正 但是熟尽罪恶 就现在发生了 基督徒越听话 越是清除罪恶 但是完全清除 就去到天国 在天堂的时候 就会无罪了 引进永远的圣结公然 封住異障和预言 这个封住的意思 有些人就解释 以后都没有 但另一个解释 大家如果看《七印》 就说到神封住这个七印 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七印是一定会应验的 即是会保守的 所以也可以解释成 神就坚立这些異障和预言 以及高立这个至聖者 即是说到这个至聖者要来 这个时间就说到 你当知道 当明白 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军的时候 是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 由耶路撒冷连街大豪都必重新建造 就会很困难 未复国 但他们会重建 大家下面有个乘数 七十个七 本来七十个七 现在是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加上最后有一个一个七 那一个七是另外一篇的信息 现在不说了 就是说到末后的时候 说到耶稣基督最后的工作 好了 这里说到就是由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军的时候 是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即是六十九个七 过了六十二个七 这个受高者必被剪除 比较奇怪 他会被人杀死 为什么受高者应该被尊重 但是被人杀死 这个就是圣经一早已经说定 他被人杀死 一无所有 必有一黄的民来毁灭这个城和圣所 会毁灭 就是主要七十年的仇会毁灭 至终必如洪水充满 必有争战一直 到底方良的事已定了 就说到就是 耶路撒冷会毁灭 这件事在主要七十年 所以你有机会见到犹太人你就说了 这个预言 是说到 受高军来了被杀 然后耶路撒冷被毁灭 这个是历史事实 主要七十年 已经应验了 所以基督是在主要七十年之前已经来了 而当时有哪一个是应验这个预言 并且奉他的名 是有这个权柄 首先他当时行的神迹歧事 其实呢 其中一个方法证实耶稣真的有行神迹歧事 就是新约圣经 为什么呢 新约圣经是说了地点的 耶稣去哪里 医治医好多少人 多少人跟从他的 如果这是真实的事情 那么 新约圣经就会被人接受 但如果这完全是谎話 这谎话很离谱 我可以形容一下 比如说 假设有个基督来到香港 来到香港去医院 全部病人都好了 每个人走过去 摸摸他就好了 如果有个人写这样的书 那些人当然会说 你是不是瘋了 我们在香港从未听过这件事 哪里有人进去医院 所有病人都痊愈了 是没有这件事发生的 但在《新药圣经》里说到 去到哪里都医好那些人 那些人是以色列人 住在那里 不要弄错这本书 说大话说到这样 当然不会相信 但当时记载他们 甚至被杀 都依然坚定他的信心 所以证明 这本书是真的正确的 不然人们一看 你真是傻佬 神经病 写完这些东西 全都没有根据 但既然写出来 而当时的人 他并没有说到这本书是没有根据 他只是 外邦人写什么呢 他是一个术士 他们不信他是神 而是术士 做到这些神迹 即是说真是耶稣当时有行这些神迹 这就让我们看得到 因为不信的人 当然是说 负面 也都记载这么多基督徒 受难 被逼迫 所以就让我们知道 真是当时耶稣有行神迹其事 新的圣经并不是列造出来的 是真是记载当时的历史 所以 所以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 只有这个人物 是应验圣经的预言 又被钉十字架 又说出他是基督 他向祭司说他是基督 他要在神的荣耀中降临 他有一天 其实他说了很多都是说到他的神性 为什么呢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得我每人能到父乃里去 信我的人 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光 谁有烦恼来呢 勞苦担重担 我就叫你得安息 这些全部都是说到他自己的神性和能力 所以就让我们看到 其实他就是应验圣经的预言 而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 只有耶稣基督是应验这些预言 而一直真的打仗到底 所以又看到圣经的预言 真是很清楚的应验 这个图我刚才解释过 69.7 直到耶稣受洗的时候 但大家看到主后26年受高 为什么26年呢 这个有一个历史的事实 因为耶稣受高的时候是30岁 这个26就有一个这样的事情 因为主力的起源就是一个修道士 东罗马帝国 不是西方罗马帝国 是东罗马帝国的修士 名字比较难读一些 他建议将耶稣降生定为主力一年 来取代当时的罗马教庭所用的年历 后来历史学家发觉他计算错误 耶稣出世大约是四至六年左右 所以如果主前四年的图 看回这个图 即是他降生的时候就是主前四年 他受高的时候就是主后26年 即是减四 即是在30年减四 这样计算就是483年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非常奇妙的 圣经预言的应验 第三个预言 就说到圣殿会被修建 然后神会忽然进入圣殿 是神的 大家看看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是很特别的 《马拉基书》三章一节 大家一起读一下 万君之耶华说 我要妻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这里是谁说的呢? 万君之耶华说 我要猜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我要猜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现在说到这个使者是谁呢? 就是施洗约翰 去为他预备道路 你们尋求的主 这个主这个字 以色列人 他们读旧约 耶和华 我们中文写耶和华 耶和华 他们不敢读的 因为这个名字太圣洁了 他就变成了读阿道乃 我的主 全部读了耶和华 他就读了主 所以新的圣经 你认识没有耶和华这个名字 是用主这个字 你所寻求的主 就会忽然进入他的殿 就是说到 会为我预备道路 然后你寻求的主 就忽然进入圣殿 立约的使者 和你立约的 你所仰慕的 就要来到 所以说到是谁呢? 就是神自己有人为他预备道路 就是有一个人为神预备道路 然后呢 主是谁呢? 预备道路 就是他来 他要来进入圣殿 忽然进入他的殿中 立约的使者 就是你所仰慕的 就会快要来到 就是说到耶路撒冷 这个圣殿 会重建 为什么要重建呢? 因为在第一次重建 尼希米的时候 是主前586年 哇! 这个圣殿 如果大家一间屋 一百年都要修理了 是不是? 哇! 圣殿当时的建造 不会这么长久 586年 那么久 神感动当时的一个人 就是希律 大家看到主前 19年 19BC 希律就是抗建圣殿 就是神感动这个恶人 去将圣殿收建 然后等耶华进入圣殿 这个真是很特别的预言 其实圣经有很多 很奇妙的预言 希律完全是耶稣扩建圣殿 为什么呢? 在这里大家看到 主前19年 大希律开始扩建圣殿 这个是大希律 后来耶稣的时候 有个希律王 那个不是大希律 这个大希律就是 就是把耶稣出生的时候 那些婴孩杀死的 就是大希律 大希律就开始扩建 即是耶稣快来了 19年 神就感动他 忽然间 起圣殿 收圣殿 扩建圣殿 就是预备耶稣来的时间 即是时间很突然 到耶稣出生的时候 还是经常在修理 然后到耶稣来的时候 哇 建得很漂亮 所以那些门徒说 你看这个圣殿多漂亮 那些石头多漂亮 耶稣说 不过这些石头 没有一块 将来会在另一块上面 即是这个圣殿重建 是完全的时间 是塌塌陷 所以你又跟犹太人说 你说 马拉基说到神要来到 他忽然间进入圣殿 而这个圣殿就是希律 大希律 他会重建 而在耶稣的时候 重建得很漂亮 然后主后七十年就被毁 所以这个圣殿有多长时间呢? 主前十九年到主后七十年 即是八十九年 有很长时间去建 因为那些石头真的很巨型 在那时就建了很久 到耶稣来 然后呢 跟着耶稣之后呢 四十年就被毁 这个圣殿就是非常之旧弱 即是在古时的一个重要的建筑物之一 伟大的建筑物之一 大希律王是什么人呢? 他杀了他三个儿子 杀了他一个太太 和他的岳母 他又不止一个太太 因为盗的耶稣 杀死了百里行四境的南婴 但是神会感动他 即是一个最恶的人 神都可以使用他 他都在神的掌权 所以大灾难呢 有些人很害怕的 其实是神掌权的 七印七号七碗七雷 全部是神开始的 全部不是魔鬼开始的 有些人就觉得 大灾难就是魔鬼作王 其实不是的 这些全部是神作王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需要害怕 其实大灾难可以随时来到 有些人就说大灾难前被提 其实呢 圣经很清楚的经文 在我网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影片 很清楚用经文证明 我们是 如果活到那时候 是需要经历大灾难 而那时候就是一个 我们圣的魔鬼是什么呢 是藉着羔羊的血 和我们所见证的道 在这个最重要见证的时候 也在那时候 是大复兴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呢 在那时候呢 如果你要上天堂 你不可以买东西吃 为什么呢 因为要受仇人 要拜仇 才可以买卖 所以那时候 买东西吃 是一定要拜仇的 那就不可以得救 圣经很清楚说 有些人说 我拜完之后 我否认受仇行不行 圣经说了 你拜仇 就不可以进入天堂了 那如果不可以做买卖 如何生存呢 就是神的神迹 因为神是掌权的 那没有理由 那些基督徒 每个人都饿死了 所以当时 我们会经历一个很大的神迹 那些人就会祈祷 祈祷很多 神迹就很多了 现在的基督徒 还可以依靠自己的食物 只依靠银行户口 但是那时候 什么都无法依靠 只能依靠神 所以那时候 基督徒才是最厉害 教会才是最厉害 有些人说大复兴 我觉得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 那些基督徒 什么都不能依靠的时候 你要继续得救 你一定要大复兴 一定要二天祈祷 你不祈祷就没得吃 神如何降食物 或者降玛拿 或者你可以 一粒饼碎 可以分给几千人吃 或者你可以像摩西上西纳山 不用吃东西 神用什么方法 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总有方法 所以我们知道神掌权 所以这个大复兴 那么凶 神也掌权 他不能动 神要他重建 就重建 这个圣殿的石头 是很巨型的 这一块石 六百吨 也不知道他怎么建 你看摸摸的石 一直下去 一条很长的石 那时候怎么移动 那时候又没有机器 只是用人力 怎样移动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怎么移动 另一块很重的巨石 就是圣殿有很多巨石 现在你有机会去到耶路撒冷 你就几大了 第一天立刻预订 到圣殿 下面 现在圣殿已经被伊斯兰教做了他的清真子 但是我们可以去地底 就会参观以往的圣殿 因为圣殿 以前的圣殿 起完一个圣殿 就在后面上高起了 所以下面有以前的圣殿 你要预约 上网预约 预约了 你就可以到下面 走过去看以前的大石 在下面的大石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耶路撒冷 你一定要第一去预订 因为你到最后那天预订是没有的了 你不能进去看的了 是一早预订 那你有机会去到那里看 所以耶稣基督降生 真是神的很奇妙计划 神预备了一切 是很奇妙的 我们今天看三个预言 第一 第四国 神知道这四个国家 这四个国家这么残酷 这么不道德 但是神会使用这些国家预备耶稣的降生 亦是叫阿历山大 把希腊文带到很多地方 预备传呼音 罗马 建了一些罗马路 以及一些隐水道 有些市渠 都建了 所以能够 那些城市有这么多人 所以传呼音 是更加密集 可以向那些城市的人传呼音 在这个时候 耶稣就来了 又应验 69.7 由出命令重建耶罗撒冷 直到基督受高的时候 是483年 然后基督来被人杀死 祂熟了我们的罪 引进永逸 但是祂会被人杀死 被杀之后 耶罗撒冷就毁灭 以及打仗到底 这些全部应验 所以耶稣已经应验这些预言 就是耶稣已经来了 这个救主已经来了 第三个预言就是 是会进入这个圣殿 而希律王就将它重修 这三个预言都给我们看到 基督已经来了 第一、第四国 罗马帝国已经不存在 所以你用《但耶稣第二章》 向一个犹太人说 你说 第四国已经来了 罗马帝国已经来了 已经被毁灭了 所以基督已经来了 建立了天国 接着用《69.7》 就是圣殿重建之后 接着耶稣就被钉 耶路撒冷毁灭 主有七十年已经毁灭了 所以基督已经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已经来了 唯有祂才应验这些预言 并且祂显出祂的神迹歧视能力 以及今天我们奉耶稣名可以赶轨 今天人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异象 生命改变 我们可以赶任何宗教 他带来的邪灵 所以我们就知道 基督已经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已经来了 所以你不要等将来的尼赛压 信以前来的耶稣基督 第三 这个圣殿 希勒会重建 但重建现在又毁灭了 现在也没有圣殿入 为什么有圣殿入呢 没有圣殿入 所以已经发生了 当时耶稣进入圣殿 并且清洁圣殿 因为那些人在里面做买卖 这三个预言都说 耶稣已经来了 基督已经来了 已经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多谢天父 如果没有耶稣 我们个个都要落地獄 但有耶稣我们有永生 我们有一生的祝福 永远的祝福 永恒的祝福 比今世的祝福大很多倍 如果大家数一下 你现在活在世上 几十年 年轻的人可能有二十多岁 其他中等年龄 三十多、四十多 好了 你这么多年 你能说 我经历过享受过的东西 真是最大最大 真是很厉害 你能说 人生在世上 真是经历了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世上的事情 真是享受到不得了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说 其实有很多苦难 很多困难 所以世上有什么追求 有什么夸耀 什么都要过去 但是神为你预备的 永远的福乐 并且今生有喜乐平安 有力量 有成就 是永远的成就 并且永远被纪念 是否好得无比 你想想 我们活在世上 一百年左右 去到天堂 新天新地 一百年左右 有些人少了 有些人比较多 有些人比较一百岁 好了 去到那里 一百年 就是开始了 永远远享受 你看到那些影片 说那些人去到天堂 那些真的好得无比 我真的觉得 那些才是真正我们的家乡 现在这只是暂居 现在是住酒店 你住酒店 你不会去装饰酒店 是吧 酒店只是短暂 但是那是永恒 我们所做的 是永远的福乐 永远 我们所作的功效 随着我们 这个真的很特别 所以今天你们的报道会 你们去揭曉 我们没有佳音 我们又传福音 我们出街 又是揭曉全福音 神会记念你 你的生命就蒙福 你的生命就被提升 这个才是最有福的 你那种喜乐 超过你去吃大餐 圣诞大餐 什么大餐 其实你吃了 一会儿又在洗手间出来了 吃了 吃的时候 你怎样尝尝也好 怎样都吃完了 吃下都吃完了 都是要过去的 所以一切都要过去 但耶稣降生 是给我们永恒的福乐 所以既然神长过一切 一切的国度权并 包括你的生命 你的路 什么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不能夸耀 我们夸耀 神可以即时将我们的生命拿走 但我们依靠神 将生命完全献给神 就有世上的权并 你可以做伟大的事 你有能力 和主里面的成就 我感谢神 让我有机会用福音宣教示功 去十五个国家宣教 现在不能出去 但我用网上直播 又可以帮到他们 是一个持续的侍奉 这个我可以扩展领域 我也有想到不同的方法 我有空 其实我也会在香港基督教的旗刊 写一些文章 这是会扩展我的领域 其实大家都可以 你求神赐给你聪明智慧 如何扩展你的领域 祝福更多人 你不要想着做得多大 你现在开始周围的人 关心教会的人 关心任何新来的人 关心报道会见到的人 关心你的邻居 有这个心去做 神就喜悦了 神不是说你要做到完美才能喜悦 神说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赐 何况你为人祈祷 关心人 全人福音 建立他的灵命 神更加喜欢 所以每次你做的时候 神现在很开心 哈哈哈哈 我又开心了 亲近神也是 我一亲近神 神就亲近我了 我就尝在他里面 他又尝在我里面 我就多结果子 就是神很喜悦 神告诉我们 任何我们做 遵从神的 就算不够完美 这一点很重要 很多人都觉得 我要够完美 其实我们没有可能完美 但我们总之 向着完美的方向去 全人福音 建立灵命 事奉神 任何一样东西 亲近神 神都喜悦 神就祝福 所以你有真心 有些人真的是假意 你真心亲近神 你就称赞自己 因为圣经有说到 凡是美善的都要纪念 包括神的美善 包括人的美善 包括自己的美善 多谢神 我真是真心赞美神 我真心感激神 我真是真心感激神 不是骄傲 就是我 圣灵感动我 我真是有做 神会欢喜 我真心祝福人 我真心传福人 神又欢喜 我真心建立人的灵命 我见到人有需要 我帮助他 神是欢喜的 于是我们每天都可以开心 很多基督徒还在低沉之中 这个魔鬼用的方法 是一个欺骗 就觉得你没用 但我们可以天天说 我今天有亲近神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今天有全福音 哈哈哈哈 我今天有帮助他 我今天有帮助他 哈哈哈哈 神是会喜欢我们 我们也喜欢 以神为乐 神就赐给你 心里所求的 赐给你 并且叫你成家地的高处 是最好的 所以耶稣降生 是赐给我们一条最好的路 不过很多人相信耶稣 圣诞节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首歌都不是基督教歌 只是世上的 享受下 那些都要过去 但你真正的 让耶稣基督作王作主 荣耀神 你的生命就提升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你自己向神说神 我将我的生命献上给你 我不要浪费我的生命 以往是否享受 世界已经享受到尽呢 其实 什么享受都要过去 有什么所谓 你为神做的 才是真正的 永恆的享受 我们向神去说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 多谢你 你参应耶稣救我们 真是很大的礼物 神所预言的 都一一应严 按照祂的时间 神说了应严就应严 没有人能够推翻 没有人能够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 一切在神的掌握之中 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掌握之中 我们听神话 必定蒙福 主耶稣求你帮我们 在这一阵 真的向神说 神啊 我愿意为你做什么 你向神说 你真心说 你不要说完又不做 真心说 神啊你帮我 我真的开始去做 我做得不够好 你也帮我 教我 我怎样去影响周围的人 为到你周围 某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你为他祈祷神啊 你使用我 你使用我 使用我 祝福我 并且将我的垃圾清理 因为我们里面的垃圾阻止 阻止 阻止神的工作 阻止地球转 所以做不到工作 神啊 帮我们放下垃圾 这些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所有的失败感 自卑感 都放下 而深信 靠着我 加给我的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我是凡事都能做 神给我这个权柄 踐踏射和蝶子 有圣果 受地一切的能力 断满了什么能害我 我们是有大有权柄的 神的儿女 我们不是普通人 我们是有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 不过很多人 就活得好像世上的孤儿寡父 神啊帮助我们 不要做孤儿寡父 我们是神所爱的子女 哈利路呀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我们是神所爱的子女 一起宣告 我们是神所爱的子女 神要大大使用的子女 神在我们生命有奇妙计划 神要大大使用我 求主使用我们的生命 发挥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不要白费 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可以为神做大事 我们整个生命 我们是有永存的恩典 永存的产业 我们所做的一切永远存留 将来天上有一大群人 跟我们说 是你带我信耶稣的 是你带我爱主的 我们真的觉得 哇 很幸福 能够带到人信耶稣 他们被祝福 这是最幸福的事 多谢主耶稣 多谢天父 债美天父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 使用我们的生命 联合一起 有力量 我们一起开声去祷告 主耶稣求你联敏 祝福今天的报道会 祝福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发挥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整个生命被神使用 无可限量 无可限量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感谢耶稣 我可以欢欢喜 每天都欢喜 因为我所做的 合乎神心意 神一定会欢喜 就算我不够完美 总之我向着神的方向 神就会欢喜 我做得不够好 求神赦免 神就会欢喜 我遵从神 神就会欢喜 我给一杯凉水 神就会欢喜 我传入福音 神就会欢喜 我爱神 神就会欢喜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荣耀重赞归别天父 效主祝福我们每一个 哈利路亚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心里火热 心里好像火燃热一样 神啊 我愿意成就你的心意 神啊 我愿意将生命献上 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能够测验和进入 神的善良 顺全可气的旨意 主祝福大家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哈利路亚 大家和周围的人说 神要大大使用你 我都要给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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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听话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好 祝福大家 我都要给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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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